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美国针制作的美国专讯 我是任敬阳 美国的制造业工作机会 在过去几十年流失到工资较低的国家 现在美国的制造业又重新扩大 主要原因是更多使用高货技 下面是我们的记者拍灯的报导 这个或许是美国制造业的一个新趋势的开始 苏尼特最近将他公司的营运 从中国搬回去美国 苏尼特是加州姓何塞一间电脑产品公司的总裁 这间公司为零售店生产 可以用电脑不断更新的数码价格 以及其他的标志 苏尼特的公司现在聘请了50到60名员工 比在中国的时候聘请的人要少 这些工人每个钟头赚10元美金 苏尼特说使用新的电子测试系统之后 公司的生产率提高了一倍 这样就可以直接和中国公司竞争 这间公司计划进一步升级自动化 并不是要将员工都更换 而是要降低劳工成本 在制造成本当中的比例 美国最大的一个有机食品製造商 Earth Barn Farm目前也使用高科技 来提高生产率 这间公司最近开始聘请机械人 来做包装 每个机械人的工作量 等于四个工人的工作量 这间公司的副总裁丹尼尔斯说 目前还没有一个工人 认为高科技而失去工作 到目前为止 自动化科技主要被用于重复性工作上 不过科技研发人员说 机械人的功能今后也会提高 这间公司的问题是 这间公司的问题 不含有很多想法 或有很多看法 因此我们为这些工人的工作 记者柏登在加州的报道 YouTube视频网站不再像以往 主要播放非专业制作的短片 最近YouTube在伦敦、纽约、洛杉矶 和东京成立了高科技製作室 希望提高质量 同时迎合年轻人的需求 下面我们的记者伊利莎伯里 在YouTube《洛杉矶总部》的报道 世界观众关注的电视剧《电换高中》正在紧张拍摄 但是这部剧不会在电视上播出 而是都会在网上播出 王菊瑞是视频网站的内容制作人 他的哥哥王菊子是导演 在网上播出别的原因 而很多的粉丝是在13至17岁 而在网上的事情 视频网站内容合作伙伴总监 瑪莉克·杜卡德说 35岁以下的年轻一代 现在通过上网 尤其是去视频网站娱乐自己一番 而現在視頻網站嘗試為互聯網觀眾提供更專業的內容 這個位於洛杉磯的工作室面積有3700平方米 配備了燈光和錄影機 是四個工作室當中最大的一個 尼亞姆·科林斯負責領導洛杉磯的工作室 電玩高中不是唯一一部在這裡製作的劇集 俄羅斯裔的奧爾加海在發現視頻網站之前 在馬戲團演雜耍 現在他可以在視頻網站工作室拍攝起劇 電影和電視製作室也在利用視頻網站宣傳他們的節目 視頻網站的支持者說他們甚至可以評價網站上的內容 記者伊麗莎伯里在洛杉磯的報道 多謝收看美國針製作的美國傳訊 我是任敬藥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Filip53 字幕明事用 none ounce 最高峰的 就onom 拍拐 使用 制作 參與 市支持